雖然選管會是有絕對的權力去決定補選的日期 但是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如果按照中國的傳統政治的慣例 一般的城市如果有重要的事 都會考慮到國家這兩個重要會議的召開日期 這次選管會就沒有考慮到這件事 我認為都反映到我們部份人士 對於中國國家政治傳統的認識 不是很足夠所引致 但無論如何我們認為 這個安排第一早前已經公佈了 對我們的部署和選情基本上是沒有實質的大影響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做好協調 由於民主黨新界東的有意角逐 新界東補選的候選人歐振華已經正式離訊 指出他會退選 不會參與這次的新界東補選 所以民主黨在新界東補選 亦都不會有任何的參與者 參與初選的機制 所以我想補充這一點 讓大家明白 在新界東我們民主黨是沒有人參選 在九龍西我們有袁海民 仍然有意圖有意思參與這次的九龍西補選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一定會遵從 尊重初選機制的結果 希望能夠協調到民主派 在新界東和九龍西 都找到一個最合適的人選 是去和建制派對決